人民来临了!习近平真急了! 川普,川普,政府周二公布对中国商品及投资尼采301措施的日程安排。 周三,白宫发言人表示,总统川普决心遏制中共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目前,美方派出逾50人庞大险潜团已抵达北京,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er Lox,等人将于6月2日至4日进行新一轮的中美高层会谈。 关键就在近日两方交涉成果。 但是中共方面却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反,习近平进一步表明立场,呼吁加紧努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军人。 川普决心遏制美中不公平贸易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Sara Sanders,周三,5月30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总统川普虽然仍与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维持良好关系。 但是其所关切的是确保中共终止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即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周二,5月29日,白宫在网站上公告列举中共不公贸易罪状,并说明川普政府采取的系列严惩措施。 以及预定于6月15日前公告对500亿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25%的最终确认清单,并在不久后实施。 6月30日前公布对中国个人及实体,予以投资限制及加强出口管制的清单。 周三,记者问川普政府是否会担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会影响第三轮美中贸易谈判及川金会。 桑德斯除了阐述川普总统的决心外,并强调川普不容许中共再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游戏规则,不能再让美国劳工被中共占便宜,因此决定加紧扭转这个情况。 他补充说,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与北京合作,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对话,我们希望这些事情都会继续下去。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ieter Navarro,29日接受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及福克斯商业台访问时表示。 美国贸易代表,USTR,进行完整的301调查,经过几个月来各部门间的审慎评估及决策过程,决定对华采取301措施。 那瓦罗说不担心中共会对美国农产品采取报复措施,因为我们已做好准备,现在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国家,站起来对抗中共的经济掠夺。 川普具备这样做的勇气极远见。 美国财长母亲,Steve McKinnon,20日表示美中贸易休战,然而近期川普政府展开进口汽车232国安调查,以及发布将对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 周三,记者问,川普政府是否在先美中贸易战。 桑德斯表示,财长母亲并没有说美中贸易战无限期休战,有关贸易的决策,最终由总统做出决定,当他做完决定时,我们会予以宣布,这就是整个过程。 那瓦罗周三表示,休战只说是一个不幸的说法,我们与中国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争端,就这么简单,中共一直在从事着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谈判团队已抵达北京中共商务部29日晚披露,美方经贸磋商工作团队昨天下午已抵达北京。 未来几天内 美方50余人的团队将与中方团队,就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共识,展开磋商。 本次美方先前团成员分别来自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能源部,以及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等单位。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er Lox,6月2日至4日能否顺利抵径进行新一轮的中美高层会谈,关键就在近日两方交涉成果。 习近平强烈回应法广30日引述回声报指出,华盛顿与北京在5月19日宣布的贸易战,停火可能仅仅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虽然两国政府暂时拒绝围绕海关附加是问题展开的激烈战役,但是中国方面却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 相反,习近平进一步表明立场,呼吁加紧努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军人。 周一,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举办的年度大会开幕仪式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目前局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报道称,回声报驻京记者指出,三年前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中国有先发展的工业进行了重新定义,目标则为,在航天、工业机器人、软件和半导体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将中国打造为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制造2025同时打算完成中国在各关键领域自给自足的目标。 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这种强势崛起颇为不快。 报道指出,习近平强调,作为技术的主导者,自给自足,自主创新是攀登世界高峰的必经之路。 中兴事件拉响了警钟。 今年4月,华盛顿向美国企业发出禁售令。 令依赖于美国供应的中国电信巨头遭遇沉重打击。 中兴事件迫使中国加快计划,中国决心尽快发展自身的半导体工业。 川普,川普,政府周二公布对中国商品及投资尼采301措施的日程安排。 周三,白宫发言人表示,总统川普决心遏制中共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目前,美方派出逾50人庞大险潜团已抵达北京,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ert Laws等人将与6月2日至4日进行新一轮的中美高层会谈,关键就在近日两方交涉成果。 但是中共方面却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相反,习近平进一步表明立场,呼吁加紧努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军人。 川普决心遏制美中不公平贸易白宫新闻发言人桑德斯·Sara Sanders,周三,5月30日,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总统川普虽然仍与 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维持良好关系,但是其所关切的是确保中共终止数十年来的不公平贸易行为及停止盗窃美国知识产权。 周二,5月29日,白宫在网站上公告列举中共不公贸易罪状,并说明川普政府采取的系列严惩措施,以及预定于6月15日前公告对500亿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25%的最终确认清单,并在不久后实施。 6月30日前公布对中国个人及实体,予以投资限制及加强出口管制的清单。 周三,记者问川普政府是否会担心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会影响第三轮美中贸易盘盘及川金会,桑德斯除了阐述川普总统的决心外,并强调川普不容许中共在采取不同于美国的游戏规则, 不能再让美国劳工被中共占便宜,因此决定加紧扭转这个情况。 他补充说,与此同时,我们将继续与北京合作,继续就朝鲜问题进行对话,我们希望这些事情都会继续下去。 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29日接受国家公共电台,National Public Radio,及福克斯商业台访问时表示, 美国贸易代表,USTR,进行完整的301调查,经过几个月来各部门间的审慎评估及决策过程,决定对华采取301措施。 那瓦罗说不担心中共会对美国农产品采取报复措施,因为我们已做好准备,现在我们需要作为一个国家,站起来对抗中共的经济掠夺,川普具备这样做的勇气及元件。 美国财长母亲,Steve McKinnon,20日表示美中贸易休战,然而近期川普政府展开进口汽车232国安调查,以及发布将对中国商品加征301关税。 周三,记者问, 川普政府是否在先美中贸易战? 桑德斯表示,财长母亲并没有说美中贸易战无限期休战,有关贸易的决策,最终由总统做出决定,当他做完决定时,我们会予以宣布,这就是整个过程。 那瓦罗周三表示,休战只说是一个不幸的说法,我们与中国之间一直存在着贸易争端,就这么简单,中共一直在从事着不公平贸易行为。 美国谈判团队已抵达北京中共商务部29日晚披露,美方经贸磋商工作团队昨天下午已抵达北京。 未来几天内,美方50余人的团队将与中方团队,就具体落实中美双方联合声明共识,展开磋商。 本次美方先前团成员分别来自商务部、财政部、农业部、能源部,以及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办公室等单位。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Wilbert Ross,6月2日至4日能否顺利抵径进行新一轮的中美高层会谈,关键就在近日两方交涉成果。 习近平强烈回应法广30日引述《回声报》指出,华盛顿与北京在5月19日宣布的贸易战,停火可能仅仅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 虽然两国政府暂时拒绝围绕海关附加税问题展开的激烈战役,但是中国方面却无意放弃中国制造2025计划。 相反,习近平进一步表明立场,呼吁加紧努力,将中国打造为全球科学技术的领军人。 周一,在中国科学院及中国工程院举办的年度大会开幕仪式上,习近平发表讲话指出,目前局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 报道称,《回声报》驻京记者指出,三年前推出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对中国优先发展的工业进行了重新定义,目标则为,在航天、工业机器人、软件和半导体这样具有战略意义的领域内,将中国打造为全球领先地位。 中国制造2025同时打算完成中国在各关键领域自给自足的目标。 川普政府对中国的这种强势崛起颇为不快。 报道指出,习近平强调,作为技术的主导者,自己自足,自主创新是攀登世界高峰的必经之路。 中兴事件拉响了警钟。 今年4月,华盛顿向美国企业发出禁售令。 另依赖于美国供应的中国电信巨头遭遇沉重打击。 中兴事件迫使中国加快计划,中国决心尽快发展自身的半导体工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